这个男人泡妞从未失手 这次又看上一个美女 是公益组织的志愿者 男人大手一挥 捐了150万巨款 本以为美女会倾心于他 不料约会的时候 对方却一直看着穷小子纳尼 男人生气了 晚上把纳尼绑到小树林里 一顿胖走 将其打死 然后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从纳尼的身体上 冒出一个闪闪发光的灵体 飞入地上的虫栏里 就这样 纳尼重生了 变成一只苍蝇破壳而出 不过刚出生就遇到劫难 这就是苍蝇眼中的世界吗 一团小小的水流 在他看来就是一场海啸 小苍蝇还没学会飞 只能拔腿就跑 危急时刻 本能地展开翅膀 飞向蓝天 马上又遇到危险 一只脚踩了下来 幸好躲得过去 紧接着一根烟头从天而降 刚要休息一下 又一只脚踩了下来 还在他身上反复摩擦 幸好他卡在鞋底的缝隙里 躲过一劫 看着眼前的泡泡 他以为安全了 不料撞到了小女孩口中 被吹进了泡泡里 然后小女孩一巴掌把泡泡拍碎 他掉落到棒球上 被一个小男孩捡起来 下一刻 他直接螺旋升天了 刚从天上掉下来 撞得晕头转向 一个小鸟又盯上了他 不过小鸟没有他智商高 被他利用体型优势躲了过去 松了口气 差点累死 去喝口水牙牙筋 却被水花冲了下去 然后一勺白糖从天而降 仿佛世界末日 男人正要一口喝进去 电话响了 那你一看 在他手里 难道这辈子变成苍蝇 还要被他杀了 那你不甘心 分力挣扎 游到一片茶叶上 针了针翅膀 逃出杯子 看着男人可恶的脸庞 那你有了自己的迎身目标 复仇 一个无畏冲锋 飞向男人脸上 可惜男人的脸皮太厚了 他掉了下来 一次次发起攻击 全都无功而返 最后被男人一巴掌拍废 力量太过悬殊了 他决定改变策略 男人正在争桑拿 被固定到木桶里 只露出个头 小苍蝇看到机会 飞到他的脸上 爬来爬去 甚至钻进了他的耳朵里 满脑子都是嗡嗡嗡的苍蝇声 男人扭来扭去 木桶失去控制撞向一个尖锥 男人拼命扭脖子 躲在两个尖锥之间 总算逃过一劫 但是苍蝇并不打算放过他 晚上睡觉的时候 钻进他耳朵里 男人被吵醒 挥动着双手赶走苍蝇 刚要躺下 苍蝇又飞过来 躲到被子里 苍蝇也能钻进来 不睡觉了 男人决定跟苍蝇大战三百回合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直到早上 男人才睡着 他把自己裹成了一个木乃衣 很快被电话吵醒 原来昨天约了品如出差 品如已经到机场了 他却睡过头了 安抚好品如 急忙出门 却遇到了躲车 更糟糕的是 苍蝇又跟了上来 纳尼听到他给自己的女神打电话 又开始使唤 去骚扰交警 交警为了赶走苍蝇 急忙挥手 却被荡成了指挥交通的手势 四周的车辆纷纷出发 将十字路口彻底堵死了 不过张三是个土豪 直接下车 去旁边的车行 新雇了一辆汽车 重新上路 纳尼不甘心自己的计划失败 再次跟了上来 却被张三一口烟吹了下去 幸好后面有警车开过来 纳尼飞上车底 搭了个顺风车 又追了上来 然后从排气扇飞出来 对着张三的眼睛来了一下 张三急忙无眼睛 车子却飞了出去 和一辆大货车来了个亲密接吻 张三大胆不死 正在庆幸 却看到苍蝇在玻璃上写下几个字 我要杀了你 真是难以置信 这竟然是只有文化的苍蝇 男人从此换上苍蝇恐惧着 连检查身体的时候 都要随身携带防瘾剂 他问手下 动物会报复人吗 手下表示 会的 我爷爷就被一条眼睛蛇王报复过 看着手下的白痴样 男人决定找个昆虫学家问一下 昆虫学家却说 这是幻觉 你应该找个精神病医生 男人来到废旧车场 他要确认那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去遇见一个奇怪的家伙 对着他说 保险箱和火柴盒 当你的脸被煤烟模糊 你就会来到我这 张三没理他 找到废弃的车窗玻璃 确定了 这他妈根本不是幻觉 里边 那你决定去看望女神 女神因为思念自己 眼泪滑落 掉在桌子上 那你沾着女神的眼泪 在桌子上写下几个字 我是那你 重生归来 女神惊呆了 跟眼前的苍蝇对话 获知了那你死亡的真相 女神十分愧疚 觉得是自己害了恋人 所以当那你提出帮忙 杀掉张三的建议后 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两人开始做计划 首先要将那你武装起来 戴上防毒面具 再也不具防营剂的威胁 还要练习攻二投机 增加力量 然后开始了新一轮的复仇 张三举重的时候 飞到他脸上 害得他差点被杠铃压死 楼顶工作的时候骚扰他 让他差点掉下楼摔死 睡觉的时候 把燃烧的烟头滚到被窝里 一场大火 差点让张三烧死 又或者理发的时候 骚扰理发室 差点让他被一刀封厚 买来的杀虫剂 却被苍蝇偷偷放进了杯子里 张三喝了一口 差点中毒 无休无止的骚扰 让张三快要精神崩溃 决定升级安保系统 将家里打造的密布头风 每个角落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进来的人都得全身扫描 防止苍蝇混进来 行动再次失败 纳尼寻求女神的帮助 第二天 女神来到张三家里 趁着和张三聊天的机会 拆掉一个螺丝 让纳尼趁机潜入 血债必须血肠 纳尼进来后 钻进了张三衣服里 对着他的腰子就是一顿脑 因为装了一对铁短 输出很高 很快血就渗透到衣服外面 他赶紧找借口把品物送走 要抓到这只该死的苍蝇 不过苍蝇已经从螺丝孔逃走了 张三已经快疯了 耳朵边全是苍蝇的嗡嗡声 在合同上的签字都是苍蝇 连开会都要戴个头盔 这场会议涉及到 价值千亿的合作 同时赶紧摘下他的头盔 让他别丢人现眼了 可他现在心里眼里 耳朵里全是苍蝇 正在这时 纳尼再次出现 落在客户的光头上 张三想都没想 就是一巴掌 苍蝇飞起来 又落在另一个客户的脸上 张三冲过去 又是一巴掌 大家都以为他疯了 看到苍蝇又落在客户头上 他拿起花盆 就给了客户一盆 这下不光合作黄 对方还打电话给税务局 要调查他 他的钱都在保险柜里 必须赶紧转移 结果纳尼一直骚扰他 密码连续输错几次 保险柜彻底被锁死 只好用上火焰切割机 纳尼继续骚扰 结果切割机把保险柜 烧了个洞 里面的钞票全部复制一具 多年的血汗钱就这样没了 满脸烟灰的张三 到了自己的遭遇 赶紧去找他 原来怪人是个密宗大师 大师告诉他 这个苍蝇是他杀死的人前来复仇 他才知道苍蝇是纳尼重生归来 带着大师来到家里 准备超度纳尼 大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可惜刷子没毛 一顿华丽的操作 召唤出亡灵附在两个小鸟上 要抓住纳尼 但是在屋子里追逐半天 把房子搞得一团糟 却连纳尼的屁都吃不到 反而小鸟出店 导致电线短路 将别墅的门窗全部锁死 房间里烟雾缭乱 张三一个尸首 将大师推倒 大师被一个玻璃瓶插死 张三也没气中毒晕倒在地 失去了意识 幸好手下及时赶到 救出张三 他百思不得其解 苍蝇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可正在这时 一阵微风吹过 张三扭头一看 窗户上有个小孔 掉出监控一看 竟然是品如偷偷拆了螺丝 愤怒的张三想到了复仇的方法 他马上绑架了品如 威胁纳尼赶快现身 为了羞恶这对狗男女 他要一脚踩死纳尼 纳尼确实出现了 落在男人的脚下 男人脱了鞋 一脚踩下去 危急时刻 纳尼竖起一根绣花针 将张三的脚掌穿了个通头 这下子他失去所有理智 拿起手枪就开始扫射 但是都被纳尼躲开了 看来是口径不够大 换了个大口径的 开始疯狂拆家 上一次见到这么疯狂拆家的 还是史密斯夫妇 但是纳尼毫发无损 甚至还抱着一根钢针 朝他发起了冲锋 张三随手拿起身边的东西打过去 没想到是一块磁铁 将纳尼和钢针吸到了上面 所谓反派死于话多 好不容易抓住了仇人 当然是要多折磨几下 当着品如的面 将纳尼的翅膀砍下 还要品如亲手杀死练营 这种作死行为 让纳尼找到了反杀的机会 张三拿出火柴 要把他烧成灰 此举正中下怀 勇敢的纳尼化身复仇烈焰 飞向一个小火炮 为了爱人 他不惜同归于尽 一个钢珠射出 穿透了张三的心脏 又击穿了燃气瓶 随着一声巨响 火焰奔涌袭来 仿佛化身成一只巨大的苍蝇 将张三吞噬 爱人和仇人同归于尽 只留下一根翅膀 飘向品如 仿佛还有着一丝不舍 品如将其做成了护身符 希望他可以永远陪着自己 去上班的路上 一个小流氓调戏品如 下一秒 一个小小的身影出现 将流氓盖分 施纳尼 他再次王者归来 成了苍蝇侠